2022年6月29日 一份由心理健康数字服务平台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健康时报联合出版的关于 抑郁症的调查报告 在朋友圈跟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叫做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这期科技参考 我就为你解读一下这份报告 看看中国人抑郁症的现状 就医情况和服药情况 首先是诱发抑郁症环境的因素 这个诱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 是根据被调查者字数进行统计的 其中情绪压力被选中的概率 排名第一高达86% 亲子关系排名其次68% 亲密关系排名第三46% 情绪压力主要是指 无法化解的紧张焦虑状态 以上三个因素都说明 生活中和我们关系最紧密的 父母夫妻同事 也最容易让我们陷入困境 在确诊患者里 50%的人患病时间在两年以内 32%的人患病时间在三到五年之间 有16%的人患病时间超过了五年 而且近年来 患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也就是说啊 如果你是一个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 很可能会对今天抑郁症的总体状况 缺乏正确的直觉 你会想当然的认为 抑郁症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小众的疾病 但对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来说啊 他们会觉得抑郁症很普遍 普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和班里头不戴眼镜的人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具体比例是这样 在统计中 40岁以上的患者 只占全部患者总数的4.6% 24岁以下的患者 占全部患者总数的66% 30岁到40岁之间的患者 占总数的30% 也就是说 对于医生来说 随机挑一个患者 那么这名患者超过一半的概率 他是在校生 于是今天学校的环境 就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的最主要因素 而学校的环境 主要指竞争到畸形的各种考试 跟选拔给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 对于走出了校门 进入社会的成年人来说 哪种环境更容易诱发抑郁症呢 排名前两位的是 IT互联网和科研教育培训机构 IT互联网的工作压力大 主要体现在工作成果可以高度的量化 反馈和考核的频次高 力度大 而科研领域啊 其实就是学校环境的延伸 在学生时代 竞争表现在各种考试上 在成为了博士之后 竞争表现在各种申请经费 应付验收 增加核心期刊 发文数量等等内卷上的竞争 其实你看压力的来源 和学生时代的考试是高度类似的 那教育培训行业 诱发抑郁症就更容易理解了 这里呢 咱们不展开说 但我们还忽视了一个因素 那就是阳光 无论是补课 复习 做模拟题的同学 还是每天下午 才开完了各种会之后 才能开始动手搞科研的科研人员们 或者是996 007的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们 还有那些没白天 没黑夜 给学生上课的教培人员 他们大都是几乎24小时 待在室内的 在室外的时段 要不就是太阳还没升起来呢 要不就是天已经大黑了 几年累月的接受不到阳光的照射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因为尽管抑郁症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 但表现出来的症状里 最明显的一条就是 五腔色胺 也就是血清素的浓度 明显偏低 而光照是可以促进血清素产生的 很多精神科医生都把阳光 当作天然的抗抑郁药 所以抑郁症高发人群 不只是刚刚那几类啊 像倒班的医生 职业班的员工 也一样有更高的抑郁症风险 在患病人群里 还有一类是高风险的 那就是女性 统计数据是这样 抑郁症患者 男女比大概是三比七 不可否认 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职场 女性要达到跟男性同样的学术水平 或者收入水平 付出的辛苦和承受的压力 都远远大于男性 而且这个现状不只是在中国存在 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样的 最近几十年 男女更加平等 双方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但这也一样让女性承受更大的压力 此外就是 女性的生理特征 也决定了她们的压力更大 月经 认沉 更年期等等阶段 女性体内激素变化幅度 都是很剧烈的 这些波动都可能会为 抑郁症的发作贡献几率 比如这份报告就统计了 女性从怀孕到产后的抑郁状况 整个一年多时间里 从没有抑郁过的女性 只占总数的10% 有63%的女性 在孩子出生后 出现了产后抑郁的情况 说完了发病的整体状况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生病后就医和服药的情况 对于占比超过30%的 18岁以下的抑郁症青少年 父母是他们去医院的关键环节 但很多父母并不了解抑郁症 而是只看到了孩子的行为 比如说他的情绪低落 回家就一关门 躺着不爱动 或者认为孩子厌学 或者是青春期叛逆 意志品质薄弱 还会责怪孩子 这就错过了早期的就诊机会 抑郁症拖延 一直不去就诊 最严重的情况下 会导致自残和自杀 统计中 有46%的学生 没有主动寻求外界帮助 他们都是在病症严重之后 被家长、老师、同学、朋友带去医院的 这就提醒我们 抑郁症患者普遍愿意隐藏自己内心的困扰 而外界又可能误以为 这些不太正常的表现 是那个人的人格、品质的问题 而现在 在抑郁症患者很普遍的情况下 当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人 应该往抑郁症上想一想 不要轻易的责怪他们 在统计中 86%的患者反映 他们的公司里 没有给员工提供心理关爱的服务 对于产后抑郁的调查显示 当哺乳期的妈妈处于抑郁的时候 在40%的情况下 家人的态度是漠视 能够表现出关爱跟体贴的只有四分之一 而导致产后抑郁的因素 主要是生活规律被打破 睡眠严重不足 家庭关系改变 孩子生病 生活开销加大等等 在统计中 有10%的家庭会讽刺产后抑郁症的妈妈 还有13%的家庭认为 这是产后抑郁的妈妈在矫情 而我们知道 新生儿妈妈的产后抑郁 如果一直严重下去 受到威胁的不止妈妈本人 孩子同样也是高危的 即便去就诊了 抑郁症患者也会面临 医生不足的情况 中国临床精神科 职业医师的数量是4.5万 换算过来 每100万人口对应20名医生 美国的这个数字是 每100万人口 有1000名精神科职业医师 这个数字是中国的50倍 由于最近两年受新冠病毒的影响 经济受到冲击 很多人几个月不能出门 同时生活成本增加 于是抑郁症患者又大幅的增加 全球统计大约是 抑郁症患者数量增加了28%左右 于是哪怕去了医院 也要等很久才能轮上治疗 在统计中 单次就诊时间花费低于4个小时的 占全部就诊人数的46% 有31%的患者 单次就诊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 即便就诊之后开了处方药 很多人也并不能坚持服用 他们普遍担心的是 持续吃药费用高 或者疗效不明显 还会有副作用 比如说变胖 手抖恶心 便秘 在所有的患者统计里 抑郁症复发的概率高达72% 这些都提示我们 抑郁症可能是一种 和环境高度相关的疾病 环境不变 导致抑郁的因素 就会一直发挥作用 哪怕用药控制住了 也会在停药之后 重新诱导出抑郁症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份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本身 虽然它是有几个大媒体联合发布的 但发布方还包括了 好心情心理医疗这样的商业机构 报告中还有一部分研究 和在线心理咨询有关 而这个平台呢 也在提供在线心理咨询服务 尽管利益相关 但疫情期间出行不变 在线问诊跟咨询确实也能够提高效率 这是客观上的趋势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报告使用的样本数量只有6570个患者 并不能说明全国的总体情况 这6000多名患者的情况 都是由领北学院抑郁症研究所统计的 这个呢 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机构 所以尽管样本数量不多 还是可靠的 而从统计数据上来看 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中一点是 抑郁症患者的总体比例不低 如果我们把范围特地缩小到 互联网IT领域 30岁以下的女性 那发病率可能就更高了 那些平时无精打采 行动懒散 不愿意出门 情绪低落的人 很可能都是抑郁症的高风险人群 另外一点就是 医生严重缺乏 很多人都在思考今后的就业方向 其实精神科医生 或者提供心理疏导 辅导的服务平台 都是方向和机会 尤其是当下这种状况 可能就为这方面的服务 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